2024 连三体人看了都说好的三体来了 原著作者刘慈欣来了 也得甘拜下风 看过原著的小伙伴就不要继续看了 它肯定不是你心目中的三体 本剧将网飞版的三体第一部的男主汪淼一番为五 红黄白黑棕 轻松完成多元化指标 更适合美国宝宝的体制 网飞版三体剧情也堪称超浓缩 短短八集内容就把剧情进行到面壁者了 但对于没看过小说的观众来说 强设定和大信息让剧情或许会更加友好 网飞三体为了商业性 追求宏大场面和刺激情节也是一绕之中 就让我们一起来先赌为快吧 国际刑警大使参加调查了一起诡异的利焚案件 死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宇宙学和理论物理学的教授 也是下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热门人选 他并没有精神病史或曾经利焚未遂之类的历史 可奇怪的是 对方在墙壁上留下了倒计时的血字 以及一句话 大使发现 对方死前还把自己的双眼挖掉了 而近段时间 像他一样诡异死亡的科学家 已经出现了好几位 就在大使毫无头绪之际 英国牛津大学粒子加速器实验室 已经到了关闭的最后一天 因为从一个月前开始 这台大型粒子加速器 开始生成完全解释不通的结果 根据这结果 将推论出 人类过去60年所有的物理理论都是错的 科学将彻底崩塌 项目负责人维拉 看到自己的得意门生小黑的奖状 劝他不要气泪 他还有潜力 能为科学界大有可为 可小黑却摇了摇头说 自己已经错过了机会 没在30岁之前 做出重大科学贡献的人 那他这辈子就不会有成就 如今他已经32岁了 维拉临走前突然问起 他信不信上帝 小黑所不知道的是 维拉离开后 来到了粒子加速器内部 跳入了几百米深的切伦科夫水池 与此同时 成锦和小傲也在酒吧聊起了这件怪事 他在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研究室 当高级研究员 进行一项原研究 分析世界各地粒子加速器的实验结果 从一个月前 全球所有的大型加速器 都开始生成完全解释不通的结论 小傲疑惑 难道是硬件问题 但成锦表示 他们检查了四遍 每台碰撞机的偶机磁铁 缪子室和热量剂 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这时小黑打来电话 小傲突然发现 眼前出现了奇怪的光芒 光芒在空中组成一个倒计石 并且只有自己能看到 很快 他们导师维拉身亡的噩耗传来 小傲在前往伦敦的火车上 眼前再一次出现了那奇怪的倒计石 葬礼上 科学界的大拿们纷纷到场 可小傲却被经常出现的那组倒计石 弄得心神不宁 葬礼结束后 门外的大使 却把所有人都派了下来 并特意留意到了 其中一个老人伊文斯 他跟踪对方的汽车想要追查 却发现他在郊外坐上了直升飞机 葬礼结束后 牛津小组五人来到酒吧小聚 毕业后 小傲开了一家 人工聚合纳米纤维的公司 威尔则成了大学的科学老师 只有得意门生小黑 留在牛津 继续跟导师做实验 心神不宁的小傲 到门口抽烟时 遇到个陌生女孩 她本来没有心情和对方闲聊 可女孩却问起 她的倒计时还有多久 并告诉她 倒计时到零后会很可怕 让她停止的唯一办法 就是停下纳米纤维的项目 关闭实验室 小傲惊讶地询问对方身份 可女孩却让她 明天午夜时分 出去抬头看夜空 说到时宇宙会为她闪烁 明天午夜 另一边 受韦德委托 调查科学家死亡事件的大使 将目标放在了 伊文斯和牛津五人组身上 伊文斯从1984年 接手公司的石油公司后 就极少公开路面 追查对方直升机 在大西洋失去了信号 韦德提到 之前死去的伊朗科学家 有一顶金属帽子 第二天 城景来到了维拉的家里 她不明白 导师为什么会想不开 并且没留下任何遗书 她从导师母亲叶文杰那里 听说维拉死前 常常用这个玩电子游戏 她惊讶地发现 那个游戏头盔 没有线也不需要插电 据说只要戴上就能玩游戏 城景回家后将她戴在头上 系统提示她 进入了第一集的游戏世界 她发现身上穿着汉服 站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之中 而远处有一轮太阳快速升起 诡异地停在了金字塔的上方 她被飓风吹得连连后退 踩到了一样东西 低头望去 是一具人类的尸骸 令她心惊的是 对方还向她眨了眨眼睛 第二天无夜 小奥拉着小黑一起观望天空 当时间来到12点整 他们发现 漫天的星空开始闪烁起来 大使和韦德也在阳台上看到这一幕 小黑通过闪烁的频率 察觉那似乎是一组密码 破译后 他念出的数字 竟然和小奥眼前的倒计时一模一样 这个被押着的男人名叫叶哲泰 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学教授 他精通各类物理理论 信奉科学救国思想 却被妻子少林和小女儿夜文学检举批斗 少林检举丈夫 曾经在教学中散布宇宙大爆炸的理论 他的话彻底引爆了下面群众的怒火 在高喊声中 叶文学举起皮带抽象父亲 周围的人也一拥而上 很快 叶哲泰就被打得吐血身亡 台下的叶文杰 看到父亲被活活打死 悲痛欲绝 放开 放开 由于他没有参与检举 被押送到蒙古建设兵团参加改造 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名叫白木林的人 对方对兵团的开采伐木行为 有和他人不一样的看法 认为这是在破坏生态环境 白木林知道叶文杰懂英文 于是悄悄给了他一本寂静的春天 说说书中所说就是他们的未来 叶文杰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 一有空就掏出来看 两人的关系也渐渐亲密起来 可有一天叶文杰回到住所 发现书不见了 很快 连长带人找到他 叶文杰不愿供出书来自白木林 不交代就是包庇 于是 他被关进了冰冷的监狱里 几个月后 一个军委会的女代表找到了叶文杰 表示很同情他的遭遇 并安排守卫帮他点燃了炉子取暖 代表说起 在组织很多人眼里 叶文杰是最不可涉的 但自己认为 他的学术很宝贵 只要他签下这份文件后 参加个学习班 就能回到建设兵团 可看清楚文件内容 叶文杰却露出了仇恨的眼神 原来让他签的一份检举书 检举的人都是和父亲有关系的专家教授 上面已经有了母亲的签名 叶文杰不愿违背良心签字 可对方却说 如果不签 他就会被判刑 到时 这辈子就完了 女代表见他敬酒不吃吃罚酒 一桶凉水就伺候了过来 北方的天气加上冷水 让叶文杰很快病倒 可他发现 自己在半睡半醒之间 被带到了一处 名叫红岸基地的地方 政委雷志诚和总工程师杨卫林 接待了他 这篇论文是你写的吧 雷志诚表示 他们的研究需要叶文杰的专业知识 本来他面临的审判 就是罪有应得 现在有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摆在他面前 这个红岸基地 是最高机密的研究项目 以他现在的身份 一旦进入身后这道门内 可能一辈子都出不去了 我进去 我可以在这里待一辈子 三个月后 叶文杰发现 红岸基地的主体单元 是一面巨大的抛物面天线 对外宣称 是监听与摧毁敌国卫星等太空目标 在一次发射讯号后 他惊讶地发现 漫天的飞鸟向着天线撞去 诡异地死在了他们面前 几个月后 叶文杰的专业知识 受到了上级的认可 准备告知 他红岸基地成立的真相 可叶文杰却早就发现 红岸不是一座武器试验基地 系统的辐射是可以调节的 发射的频率和阵幅 也在不断变化 如果是一个武器系统 这些都没有必要 雷志诚坦言 红岸的天线 实际上是用来寻找外星的高智慧文明 美国和苏联早几年前 就开始发射类似的讯号 目前他们的频率达到2500万瓦特 这已经是地球上能够达到最高的无线电发射功率了 但叶文杰觉得功率还是不够强 他开始每天监听那些无聊的噪音 并通过一篇国外的报道计算得出 太阳能够反射电磁辐射 并将它的强度增加了近亿倍 这意味着可以把太阳当作一个超级天线 通过它向宇宙发射电波 但是总工程师杨卫宁却窃取了他的想法 告诉政委说是他自己的研究 却依然遭到了政委的拒绝 政委认为 这种向太阳发射信号的研究 不应该继续下去 但是叶文杰却利用工作便利 将原本向宇宙发射的天线 悄悄对准了那轮炙热的太阳 期待若干年后 能得到来自外星的回馈信息 二 一 测试发射启动 女孩躺在100度的阳光下面 很快就被晒得脱水成了一张人皮 老人将女孩的人皮折叠起来交给程警 告诉他 只要熬过乱纪元 当恒纪元降临后 将女孩放入水中浸泡 女孩就能复活 这意味着 只要有一人存活 到时所有人就都能复活 程警抱着手中女孩的人皮 目送老人走向远处的金字塔 时间回到几小时前 他从导师母亲叶文杰那 获得了一个金属三角裤衩 哦不对 是游戏头盔 进入游戏后 他发现这个世界无比真实 在继续探索时 他遇到一老一兽 老人自称周文王 程警以为对方是游戏 可周文王却大怒 让他不要再说游戏了 这不是游戏 而是真实的第137号文明 程警是他们等待已久的英雄 他的任务是解开这个世界的谜 周文王打算要去金字塔见周文王 这个世界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 每当新纪元到来 周文王就会询问先知 太阳运行的规律 届时必须决定是乱纪元或恒纪元 万一周文弄错 文明将会毁灭 就在这时 一轮巨大的太阳从天边升起 周文王带着他们 躲到了一块岩石后面 随着太阳升高 岩石已经遮挡不住三人的身影 周文王让女孩出去 他不能被晒死 必须活着将预测告知周文 女孩无赖地走到太阳下 很快就被晒吐鲁皮了 另一边 小奥的纳米纤维实验室 经过七年的研究 终于取得了飞跃的突破 他将用纳米纤维 对地球上最坚硬的人造钻石 进行切割 很快 那块钻石就被均匀地切成了碎片 明明是一项创造了历史的研究 身为主管的小奥 却下令终止后续的研究 并惊慌失措地跑出了大楼 原来他面前的倒计石 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他想起之前女孩的言论 才终止了自己的研究 倒计石的停职 刚令他松了一口气 这时一旁的大使 却找上了他寻求帮助 说自己知道 昨晚星空闪烁的秘密 大使拿出伊文斯的照片给他看 小奥认出 老人曾经参加过导师的追悼会 伊文斯是全球最大私有石油公司 伊文斯能源的老板 爱理说 对方不应该会和他导师有联系 小奥对此表示一无所知 可大使之后展示的一段监控画面 却把他震惊了 画面中他在自言自语 边上根本没有那个女孩 但中途 他香烟没点着 是女孩帮他点的火 意味着 有人把他从画面上消掉了 可他们的团队 怎么都找不到 影片被修改的痕迹 大使说写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离奇死亡的案件 许多科学家眼前 都会出现一个倒计石 只有在倒计石结束前 停止自己的研究项目 才能活下来 另一边 承紧将游戏头盔的事情 告诉了杰克 对方戴上后 也进入了游戏世界 里面的真实度 令他无比惊讶 可没几秒 一个女人就把他砍了 杰克不信邪再次进入 又被对方一刀砍掉了脑袋 杰克认为 城景必须完成 他游戏中的任务 途中其他人 不能登录他的账号 两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交谈 被大使窃听记录了下来 杰克回家后 发现房间里 多了一个 写着自己名字的盒子 里面也放着一个游戏头盔 他戴上后 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 似乎是古代的英格兰 看到一老一小 向着自己走来 他上去就给了老头 两个巴掌 另一边 城景进入游戏后 来到了金字塔 看着周文王用一经八卦 预测太阳的轨迹 城景向周王提出 这是占卜术 并不遵循任何物理定论 但是周王还是相信周文王 对方经过挂算后 得出乱纪元将再持续八天 接着便是为期63年的辉煌恒纪元 并让工具人乘紧 把手放在地上 加速时间流逝 瞬间 时间就来到了八天后 士兵们列队冲出金字塔 将折叠好的一张张人皮 投入大海中 很快 人皮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膨胀了起来 腾景也将之前女孩的人皮 投入水中恢复原样 可众人还没高兴多久 天空中的太阳突然消失 让大地陷入一片黑暗 除了城景之外的所有人 都被冻成了冰霜 这时一个女人出现在她的身后 告诉她 第137号文明 在严寒中毁灭了 虽然城景未能拯救他们 但成功让科学 立于神秘主义之上 到了下一关卡 她必须利用科学 拯救下一个文明 城景向着天空看去 空中的圆月 变成了三个 不同大小的月亮重叠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大使向韦德汇报自己的调查 伊文斯那边虽然没有新的进展 但在看到星空眨眼后 她开始研究电波望远镜 发现1977年 俄亥俄州立大学 探测到一段 持续72秒的波段 看起来像是外星人尝试要沟通 但是没有人能翻译这段信号 除了俄亥俄州之外 中国东北的一座观测站 也检测到了 韦德想起伊文斯年轻时 似乎也去过中国的东北 时间回到1977年 年轻的伊文斯来到中国 想要拯救一种 濒临灭绝的鹤雁 他的住所被选指为 新的基地建立点 于是和叶文杰有了接触 伊文杰欣赏他的理念 于是帮他说服了基地 选择其他地址 不久后 叶文杰在红岸基地 收到了一段 来自外太空的信号 翻译后得知 对方让他不要回答 如果回答 他们就会前来占领 回答信息的事件 此时 叶文杰的内心 已经被失望所填满 不仅是对身边人的失望 更是对人类人性的失望 他再次向着太阳 发送了一段信息 叶文杰的内心 随着天空中 三颗太阳重叠在一起 行星受到太阳的引力叠加 三千万名援朝士兵 纷纷被吸上天空 连每个关卡 都能遇到的小女孩 也没能幸免 只剩下陈锦和杰克 两个游戏玩家存活了下来 他也意识到 游戏通关目标 并不在于解开三体问题 而是拯救这个文明的人们 帮助他们活下去 只要有一人活着 就能延续文明 就在这时 天空中三颗太阳里 飞下来个女人 提示俩人 第184号文明 在三日连珠的引力叠加中毁灭了 但在这个文明中 陈锦找到了游戏的真正目标 所以三体游戏将进入第四阶段 可俩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在游戏中的行为 已经被打印出来 放在了伊文斯的面前 听到陈锦对那个小女孩 特别上心 杰克却对这个游戏感到恐惧后 她面前的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询问起 人类的恐惧是否有个体差异 在她那边 恐惧是一种集体情绪 伊文斯说 以前人类的祖先也是一样弱小无力 但女人却觉得 现在人类很有勇气 她们敢主动接触其他星球 这可不是胆怯物种的行为 伊文斯摇摇头说 这无关人类物种 而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女人 这样的勇者时不时就会冒出几个 常常会有人把他们视为榜样 原来陈锦两人是全英国维尔玩到这一关的人 并且她察觉到 游戏世界是在三体星系中 虽然有其他玩家也弄明白了这点 但只有她明白 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重点不是那个三体世界 而是背后的人 她的大脑皮层活动是公司所记录过最活跃的一个 杰克想要了解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可女人却告诉他们 所有问题都能在第四关得到解答 两人再次戴上头盔后 发现自己来到一片荒原 那个女人带着小女孩出现在他们面前 随着女孩俯身将手掌按在土地上 这个世界开始演绎起 每个文明的开始和终结 女人解释 没有计算机能无限期预测三体的运行 由于被三颗太阳包围 每个文明最终都会毁灭 它们的星球会被撕成两半 或被吸入其中一颗太阳里 或永远在太空中漂流 所以他们收到人类世界邀请的那一刻 就确定了方案 建立了一支上千艘星际舰队前往地球 它们是第9478号文明的最终希望 如今已经启航在路上 虽然舰队只能带走一小部分三体人 但是没关系 只要有一人存活 文明就会延续 两人面面相许 没想到对方是外形人 摘下头盔后 女人解释 三体世界是真的 第一个和他们接触的人 是来自中国 三体这个名字也是对方起的 如今舰队距离地球 还有四光年路程 他们为这款游戏提供技术 来跟人类分享他们的故事 杰克听到这里 认为对方有阴谋转身离开 可成景却选择了留下 女人交给他一份邀请函 说他们仗集了全世界进入第四关的玩家 并欢迎成景加入他们的组织 原来他小时候在湖北遇到洪灾 父母全死了 只有他被迫离开了家园 所以能明白他们的感受 我们都被迫离开了家园 欢迎 我们是同志了 而另一边 杰克到家后 准备将事情告诉其他人 女人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 将他壁咚在玻璃窗前 诡异的是 女人杀杰克的这一幕 不仅房间里的监控看不到他 就连远处盯上了老王 用肉眼也没有察觉 他眼中那个房间里根本没有人 三体最恐怖的名场面 终于被网飞还原了 清洁工被肉眼不可见的纳米纤维 歇成了两段 三体的那些教徒 还带着很多孩子 在审判者号上 他们看到直升机像豆腐一样崩塌 吓得四散而逃 伊文斯听到动静开门询问 隔壁老太太还以为是什么活经演习 却没发现身后有一道看不见的细线 伊文斯立即转身 逃向船后方 原来得知 三体教会的审判日号 要通过巴拿马运河 小奥被韦德委托 造出了那种超强的纳米纤维 将其放置在运河的两岸 等审判日号驶过时 整艘轮船就像切豆腐一样 被纤维切开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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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场景 简直犹如人间炼狱 所有人都难逃被切片的下场 伊文斯跑到船舱后侧 找到下属菲利斯 从机房里取出一块红色的芯片 就继续向后逃去 伊文斯逃到后方时扭伤了脚 不出一分钟的时间 整艘审判日号巨轮 在轰鸣声中扭曲变形 和我最爱吃的片皮烤鸭一样 一片片非常均匀地冲向运河的岸边 监控室内 包括研发出这种纤维的小傲在内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看着巨轮像积木一样垮塌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是在拯救世界 可内心依然充满着悲伤 将大火扑灭后 小傲来到了巨轮的残骸中 一截断掉的小腿令他掩面而逃 最终韦德在残骸中发现了伊文斯的尸体 从上面找到了那个红色芯片 可两周后 全球顶级的电脑专家却依然无法对其解密 就算三体的量子加密超前人类20年 他估算下来也要38亿年才能解开 并且这种芯片又不能暴力破解 就在所有人头疼之时 专家惊讶地看向面前的屏幕 原本需要38亿年破解的芯片 竟然自动打开了 大使意识到 他解开是因为三体人 想让他们看里面的内容 专家发现 里面仅仅只有28的文字和视频 比我下载的三体全集都要小 其中有一个叫质子的文件类型 是专家从未见过的 却有一百的大小 等于一亿 无奈韦德只好再次求助于阶下囚叶文杰 原来上级杰克被杀后 城景被派去参加三体教派的聚会 获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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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体教派首领叶文杰登台演讲 他对人类已经失望透顶 尽管三体人的世界饱受混乱所苦 依然选择来地球分享他们的科技知识 教导人类如何生存及蓬勃发展 对方距离地球还有四光年 意味着还有四百年的等待时间 所以迎接三体的重任落在他们的后代身上 必须让世界为三体人的降临做好准备 就在这时 反恐部队冲进了集会 叶文杰却让所有人不要抵抗原地坐下 一切都是主的意志 说主会保护他们的 被捕的叶文杰 并没有任何隐瞒地 说出了审判日号的秘密 而三体人看着审判日号被毁 和叶文杰被捕的原因 起因竟然是依文斯 和对方讲述了 小红帽和大灰狼的童话故事 三体人无法理解 故事里的大灰狼 为什么要假扮成他外婆 他们三体人的交流是通过思维 所以根本不存在欺骗和撒谎 得知地球人类或多或少都会撒谎 伊文斯觉得 就是因为这样 三体人才会需要他们 这样才能帮助他们 更好地了解人类 伊文斯没想到 因为一个童话故事 导致了之后的杀身之火 此时的三体人 已经决定剖析他们 用自己的方法 占领地球文明 宇宙不只是我们 所了解的三维空间 还有其他隐藏的维度 折叠到肉眼不可见的大小 但三体人有科技 能将其展开 一粒质子上 就聚集了 人类无法想象的能量 在三体展开 其更高维度时 连一粒微小的质子 都会变得非常宏大 甚至能包裹住整个地球 三体人在质子中已经建造出 和地球世界一样大的人工世界 而控制这个世界的智能系统 名为质子 三体人用尽所有资源 制作了四个质子 两两成对 每一对都在量子层级 纠缠在一起 两个留在三体人这边 另两个被派到了地球上 即使两者相隔数光年之远 但质子在地球的所见所闻 他们都能即时见闻 原来三体人逼死人类科学家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他们通过质子观察发现 地球的人类太可怕了 人类只用了几百年 就从农业时代进入了计算机时代 科技发展速度远超他们三体人 如果不遏制地球的科技发展 四百年后 三体人舰队抵达地球时 将会被人类消灭 所以他们决定 摧毁能打败三体人的地球科学 将实验结果变得混乱且毫无意义 这才造就了 之前全球粒子加速器实验室 得出荒谬的结论 未来宇宙对人类而言将永远是个谜 三体人将给人类神迹以取代真理 他们会用幻象裹住人类的世界 主宰人类的所见 他们无所不在随时间看 窒息人类所有的秘密 揭开人类的谎言 到时 他们会教导人类再次学会恐惧 就在这时 全球所有国家的显示器上 都用各种语言出现了一句话 你们是虫子 不久后 三体打开他们折叠的质子 包裹住了整个地球的天空 天空中仿佛有一只无比巨大的眼睛 像神一样注视着所有人类 外星人将在400年后抵达地球的消息 曝光在了所有人面前 许多国家出现骚乱和暴动 有抗疫人类不是虫子 要奋起反抗三体人的 也有把他们当成救世主一样崇拜的 多国的首脑联合成立全球防御机构 并发起一项群星计划 为行星防御募资 向国民承诺 将近一切力量保护这颗星球 韦德从伊文斯和三体人的对话里 得知对方不会撒谎 虽然他们已经派出两个超级电脑质子来到地球 在继续发展科技的同时 人类必须多加学习他们的做事方法 他打算要发射探测器 拦截敌方舰队 要了解敌方才能与之对战 可以现在人类的科技 就算明天发射探测器 遇到他们差不多就要398年 韦德认为 三体人既然以1%光速的速度前进 那他们也该以此为目标 为了对质子进行妨碍 他已下令重启地球上 所有的粒子加速器实验室 让他们全天候地运转 可乘景却不看好他的计划 一个质子能在1%秒绕地球一周 就算定时轮流在地球两端做实验 或许能无限期拖住一个质子 但是另一个质子 依然能让人看到倒数计时 陈锦加入了韦德所在的行星防御机构 很快他就给出了一个主意 他提议使用核弹来加速探测器达到光速 这种叫核脉冲推进的方法 是将1000枚核弹等距分布在地球到三体舰队之间 第一颗核弹等探测器通过后便引爆 让探测器加速飞往第二颗 如此以往一次次爆炸推进 在1000次爆炸后可以达到1.12%光速 但众人认为 这个想法有点意向天开 还违反了好几项核子条约 更不要说造出1000颗核弹所需要的花费了 但韦德还是支持他的想法 开始向全球各国募集资金 承锦找到了好友小傲 希望能用他的纳米技术 制造出探测器至关重要的辐射帆 可对方听到他为韦德工作却十分生气 上次对方用纳米纤维杀死了整艘游轮的人 令他想起了奥本海默发明的原子弹 承锦随后又发现自己这个阶梯计划有问题 所有推进力都来自炸弹 探测器本身没有方法减速 所以探测器用1%光速飞过去 而敌人用1%光速飞过来 他们顶多只有几耐秒能收集舰队情报 并且三体舰队肯定会通过质子 事先知道情报进行拦截 韦德的回答却令他大吃一惊 他竟然准备派人进入探测器里 用人类去观察三体人 另一边 叶文杰被告知三体文明的真实情况后 变得沉默起来 他这才知道自己赌输了 三体人并不是来帮助地球人类的 他的女儿维拉 也是因为看到他和伊文斯的通讯 才选择自己立分的 叶文杰回家后 跪在女儿的遗像面前 开始向着三体人发出了自己的宣战 虽然是因为叶文杰之前心中的信念 让人类走上这条不归路 这只做梦都在笑的星星 身处零下150度的仓室 生命活动减到了千分之一的速度 但没有停止 只要用短短几秒时间解冻 星星就能从冬眠中醒来 这只被冰冻几个月的星星 苏醒后经过测试 行动和思维一切都很正常 只是吃下香蕉后吐了出来 科学家解释 这是正常的副作用 星星冷冻休眠实验的成功 意味着人类也能通过这方法延长寿命 韦德称之为末日列车 他也将成为这班列车的首位人类乘客 城景对此不是很理解 之前明明说的是 为发向三体舰队的载人探测器准备的 毕竟他们就算达到1%光速 依然要200年才能接触到对方 正常人可活不了那么久 韦德表示 自己在之后400年里 每年都会醒来一周 处理各种事件再继续冬眠 等三体人抵达地球时 必须有人来迎接他们 并确保计划顺利进行 城景疑惑 可以训练其他人来执行阶梯计划 不用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韦德解释 阶梯是个项目不是计划 这个项目负责人有许多人可以胜任 包括城景他自己 但地球上只有一个人能监督整个计划 没有其他人能应付得来 城景十分不解 有什么计划宏大的 除了他没人能应付 不择手段的前进 只有韦德能做到 这项计划公开对人类来说并不遥远了 小奥也加入了阶梯项目的队伍 他研发的纳米纤维 将编织成探测器最重要的辐射帆 只是他依旧对未来充满悲观 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 永远都只能排在权贵的后面 他找到了当初投资这项研究的富豪 提出要把这项纳米纤维技术公开造福人类 被拒绝后 小奥竟然直接将研究资料公布在维基百科 投资人认为 自己有专利 别人不能使用 小奥让他有本事 就把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起诉一遍 阶梯项目很快就遇到了新问题 1000枚核弹数量达不到只有300枚 而最小的冬眠装置也重达一吨多 如果想用300枚核弹爆炸 把探测器加速到1%光速 意味着最多只能装在2公斤的重量 韦德很快想出办法 人其实是通过大脑中的神经元不断变化的 有了神经元就等于有了那个人 但是需要把他们的大脑从头骨中取出 如果真的成功了 那等于往三体人那儿安插的内鬼 城景和小奥面面相去 这岂不是相当于杀人 韦德对着空气呼唤无处不在的三体人 虽然他们已经对人类的历史了如指掌 但不知道当人类是什么感受 人类的一切都浓缩在大脑里面 里面是想了解我们吗 我们会派个聪明人到你们那儿 韦德询问在座的人 有没有自鉴去见敌人的 现场一片沉默 没人愿意摘除自己的大脑 韦德也不介意 继续说 这个人选是需要一个懂物理化学和火箭科学 并且愿意不求任何回报就赴死的人 表面询问众人身边有没有患有不治之症 并符合描述的人选 实则将目光看向了程景 威尔这个角色 其实就是原著中最惨的云天明 他深爱着程景 却由于腼腆自卑 一直不敢表露自己的心迹 哪怕花了1500万美元 给程景买下了一颗恒星 都不敢告诉他 可不可否认 威尔是全世界最符合韦德的人选 他不仅有专业知识 也很有创造力 一个简单的创意 就让另一个同学成了亿万富翁 另一个优点是 地球上有他留恋的东西 可他早已被韦德这个 不择手段前进的魔鬼看中 直到威尔会为了程景欣然赴死 在向程景表白后 威尔深情地看向他 威尔成为阶梯计划志愿者后 举行了宣誉仪式 可在他脑切除手术进行时 魔鬼般的韦德才告诉程景 是威尔送给了他那颗 以他名字命名的恒星 当程景疯狂冲入医院时 手术却已经结束 他看到的只有威尔的遗体 以及一个还流淌着白雾的圆柱形 绝热容器 另一边 叶文杰把小黑约到了女儿维拉的墓地 在他身份曝光后 小黑也意识到 维拉的死和他有关 叶文杰赞扬 他是女儿最聪明的学生 接着坐下跟小黑说了一个笑话 非常隐晦地暗示了黑暗丛林法则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 小黑就是原著中的逻辑了 此时的他并不懂叶文杰话中的含义 现在地球上的三体组织已经被捣毁了 叶文杰最后的愿望 就是去红岸基地再看一眼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地内已经一片荒芜 原本耸立的大锅已经成了破铜烂铁 他来到雷达峰悬崖边 准备给自己立坟石 身后传来了小娜的声音 叶文杰明白 是三体人让他来的 本以为他们已经跟教徒断绝关系了 而小娜这次来 就是最后送他一程 看到悬崖后 他表示叶文杰不该自己立坟 自己能让他没有痛苦地安静死去 叶文杰拉着对方坐在铁架子上 小娜本是原著中 身与飞的角色 按剧情应该早就死了 但本剧却让他活着 来送叶文杰最后一程 从话语中可以看出 他是三体人的狂热信徒 我猜测编剧让他出现的原因 是因为雷达峰是叶文杰 开始和结束的地方 三体人让他出现在 有求死之心的叶文杰面前 就是想要告诉他 没有叶文杰 他们也有新的三体意志继承者 叶文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 他是拯救与毁灭的化身 对人性绝望 渴望更高等的文明 帮助拯救人类 得知了三体文明的真相后 向小黑透露了 他思考半生的宇宙文明定理 引导对方参悟黑暗森林法则 接踢计划是三体援助中 最残忍的计划 核心方案是通过逐级引爆核弹 来推进飞行舱的速度 最终提升到1%的光速 从而让三体人尽早截获里面的人脑 由于每次爆炸都会让速度提高一个阶层 像是在攀登一道道阶梯 因此命名为阶梯计划 当突破大气层进入宇宙后 助推器开始自行脱落 飞行器质量极小 本身没有推进能力 它伸展出一个面积巨大的帆 使用纳米材料飞刃 做成了绳固定在飞行器上 并将核弹部署在飞行轨道上 随着第一枚核弹的引爆 监测显示 太空舱已秒速57公里行进 第二枚核弹也引爆成功 监测显示 速度已经提升至每秒68公里 第三次已经抵达每秒80公里 就在众人高兴的 庆祝阶梯计划成功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 其中一根绳索的断裂 直接导致了飞行舱偏离航向 城景只能眼睁睁看着 再有威尔大脑的飞行舱 飘向茫茫的宇宙 可能会在太空中 飘荡500万年才出银河系 另一边 罗黑吉虽然知道400年后外星人会来 但他丝毫不为400年后的世界操心 凭着自己帅气的外表 每天换一个女朋友 几天早上 他为昨晚刚认识的女孩叫了一辆车 这时罗黑吉不小心避让滑板摔倒在地 紧接着道路上冲出来几辆轿车 直接将那个女孩当场撞死了 罗黑吉被带到了大使面前 告知他 叶文杰几天前在中国遇害身亡 出国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他 判断现在又有人试图要他的命 罗黑吉以为女孩死亡只是交通意外 可大使说 那几辆造成车祸的车里面根本没人 全是自动驾驶的 所以有理由相信 某人或某物在车祸前几秒 黑入三辆车上的电脑 并且他们要杀的目标是罗黑吉 大使让他穿上新型防弹衣 在严格的保护下来到机场 登上了前往联合国的专机 大使为女孩死亡 当下飞机一个叫塞巴斯的人 就将他带到了联合国行兴防御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现场 联合国秘书长萨伊正在宣布面壁计划开始 在三体的质子来到地球后 人类的任何战略计划都无从隐瞒 他无时无刻不再监听人类 读取任何书籍和计算机存储信息等 但质子无法监视到人的思维 为了获得战略上的优势 根据此特点 行兴防御理事会制定了面壁计划 被选出的面壁者将会被授予很高的权利 他们能够调集和使用人类现有的战争资源的一部分 无需向外界解释自己的行动和计划 无论他有多么的不可理解 一切的步骤和最终的结果都只藏在他们的大脑中 这次一共选出了三位面壁者 第一位面壁者是军事天才侯伯林将军 第二位面壁者是雷阿艾里奇教授 他在拉卡对抗伊斯兰国文明 有着出色的以弱胜强之战斗经验 台下的罗黑吉 听到自己是第三位面壁者的时候直接懵了 他只是普通的研究员 另两人则是赫赫有名的英雄 当罗黑吉问及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做面壁者时 萨伊解释他们也不知道 选择他的原因只有三体人知道 三体人觉得他有特殊之处 对未来占领地球造成威胁 才会选择杀他 罗黑吉当场反对 并宣布自己放弃面壁者这一身份 并得到了萨伊的同意 他拒绝了大使的保护 刚走出联合国大厦 随其遭受了三体教会的第二次暗杀 幸好他身穿大使的防弹衣并无大碍 罗黑吉不明白 三体人为什么要杀他 自己不是已经放弃面壁者的身份了吗 得知枪击他的凶手被抓 他希望大使能带凶手见自己一面 大使笑着立马答应了下来 这就是原著中被称为对面壁者的笑 杀手表示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他 罗黑吉疑惑 对方为什么会听外星人的话 去杀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罗黑吉再次见到了联合国秘书长萨伊 这才明白 自己实际上是不是面壁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别人怎么想 三体人怎么想 也许罗黑吉辞掉面壁者身份 就是他的计划之一呢 临走前他告诉罗黑吉 罗黑吉这才明白 面壁者所做的一切 都会被认定为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自己永远也无法跳出这个怪圈 随后他来到宇航局 见证了好友阶梯计划的失败 伟德在乘坐返回英国的飞机时 质子出现在他面前的屏幕中 对阶梯计划的失败表示了遗憾 并暂时停止了飞机的动力几秒钟 伟德看到对方盯上了自己 意识到他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情 可质子却向他发起了邀约 在三体人抵达地球后 希望伟德能加入他们 他也是三体人计划的一部分 下一秒 质子突然现身在伟德的面前 我们会永远会跟着你 每个室你进入 我们会已经在那里等待你 等到一天你死 另一边 杀死叶文杰的小娜 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三体游戏头盔 惊喜地带上他联络起对方来 我估计他会成为下一季的三环教派领袖 阶梯计划失败后 城景和罗黑吉借酒消愁 认为他们也许就是三体人眼中的虫子而已 自暴自弃乃至颓废绝望 大使却开车带着俩人来到一处丛林 在远处的湖面 有着铺天盖地的蝗虫 问他们 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 还是蝗虫与人类的差距大 地球的虫子已经存在了4亿多年 其间地球经历几番生物灭绝 大小冰川天灾地祸数不胜数 但虫子们向死而生 至今仍生生不息 人类也曾经想尽一切办法灭虫 但依然没有将它们消灭 它们成群结队肆以飞舞 遮天蔽日翱翔于天地 可笑的三体文明把地球人看作虫子 只能说明它们无知狂妄自大 这当头棒喝让成心和罗黑吉猛然惊醒 是的 虫子与人类的差距 要远远大于人类和三体文明的差距 网飞版三体第一季至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部剧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